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我们上班场主要是到植物园的牡丹园 对着画团景中的牡丹花进行写声观测理解 在那里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写声的过程 那就是我刚才去早上讲的 我们主要是注意牡丹花的结构 它的一些变化 生长 归类 情势 那么下午就经过观测以后 就是倒是一次就不行啊 应该多观测 多次的反复的去认识它 认识你描绘的对象 那么你会有一种心的 有种意念 有种体会 在早上的素材就在场子上再体现出来 那么下午就是我讲的中的心愿 是完全是自己耐心跟早上的结合 既有牡丹花的结构造型 又要用你心态上 应该怎么理解着画的 把它变成你心中的牡丹 在纸上表现出来 我需要取势 把我想画的地方视线地取来 因为你一张中国画了 它很大的一个原则 就是齐 齐变 转 转弯 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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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正 收起来 因为你这一个字取好以后 你大概知道我在哪里补销 哪里书面 开场其实要大 要随意 因为这好的中国画了 特别是写意画 小写意也好 要带有就是不可考虑的那种因素 自然的因素 结合你在表现的因素 它就比较看起来有种灵动完整 实际上我已经考虑我的书面关系 我的趋势关系 这是大胆若变 现在开始小心收拾 我现在要的效果就是 有痕迹的 肌理的 跟别松别的 跟肥的 毛的 产生一种节奏 因为你不画节奏 那就是像早上写成 这个也是一般的 就是说换起漂亮的 真正要画的 你还是要大起 是吧 自然的名字 你会想的 你会想的 如果爱上 还要你 的 跟重点 我现在看到 你里面 有一个 你这种 是 功能 你 这样 我这个牡丹画得一只的形劃很注意 它还是三叉的 你不能画成一个圆的吧 但是当然我这个小写衣有大写衣的感觉 我是结合这样的 这个画到最后了是随性格的 假如说你想学精细一样 你本身的生理条件是管阴的 你要学花旦小声 那你是大花脸的赏音 硬去去花旦小声就这么好的 所以我根据我的性格 比较爽测 比较开朗 那我就找我自己应该小写衣的 有大写衣的感觉 就这么一个表演 这要穿它的梗 梗子要穿起来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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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 滑滑 这个就像惊奇神 不是跟你讲很像很像 很像很像就没意思了 你看它这种韵味 讲得到水就从从从出来 它这种感觉清醒 好像早上有雾有水 那个是太阳下面没有水的 先把这个古代画当做心字部位切画出来 有心字包的部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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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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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